北京时间10月5日,备受瞩目和期待的第二届国际奥委会,终身教练讲评选结果终于揭晓, 胸牙利批滑艇教练卡特林罗日纽一和奥地利钢家雪车教练安德烈斯·施密德容应该长相, 而由国家体育总局推荐的郎平、刘国良等募名中国教练全部遗憾落选。 根据国际奥委会提供的获奖者资料显示,罗日纽一曾经作为运动员, 曾在1968年末期歌成奥运会上获得银牌,在退役后成为教练, 培养和指导运动员共赢的是一位奥运会奖牌,84块世界请标赛奖牌。 而另一位获奖者施密德,指教培养出来的运动员, 则是在最近五届冬奥会上均获得奖牌, 其中最为得意的弟子利兹亚洛德还是历史上首个成功未免冬奥会刚驾雪车冠军的运动员, 由此可见,国际奥委会得的裁决,和综合裁判,似乎还是很公平的, 毕竟很多球迷网友都是只是关注到自己国家体坛的运动员和教练成绩, 而没有关注到其他国家的教练员的职业生涯指教成绩,因此更别说是对比了。 而早在今年的八月初,国家体育总局就宣布推荐参加国际奥委会中身教练家的人选, 经国家体育总局研究决定,逆推荐刘国良,张军,宋海平,郎平,周敬鸿, 五名教练员,为第二届国际奥委会中身教练奖候选人选, 不过最终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体育总局推荐的五名人选全部落选成为陪陶者, 这也让不少的球尼愤慨说到,西方人主持的拼选,中国往往落选,没必要参加这个竞选, 对于中国乒乓球队的副主席刘国良来说,这也许是一种遗憾吧, 在前段时间刘国良指导的回归,得到了国平队的热烈欢迎,和很多球迷的点赞, 因为在现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职位一年多之后,终于重新归来指掌国平队, 继续领衔国球的金牌王者之师的创辉煌,宁扎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所以,他若可以获得国际奥委会颁发的终身教练奖荣誉,就是双喜临门了, 毕竟刘局导的职业生涯也是世界体谈独一无二的, 从运动员的集业全满贯到退役之后的金牌总教练,更是辉煌的传奇人生, 不过,对于国际奥委会颁发的终身教练蒋荣誉,不过是个虚荣的头衔, 绝对比不上刘国梁重归国平队执掌核心率引来的实在, 因此我们也不必太过借怀,希望刘国梁在未来的日子, 离路相伴国平队,2020年东京奥运会成功未免。